所以你必須一定要請他重複一次 爸爸媽媽很習慣說 我跟你講完以後懂不懂 孩子一定說懂 然後呢 我的頭腦懂布丁而已 對不對 沒有 你說一次 剛才媽媽說什麼 1 幹嘛放書包 2 洗手 3 布丁 4 幹嘛 好 講完以後還沒有結束喔 因為他可能只是把你所講的再重複一次 還沒有進到大腦裡 再問他那你要怎麼做 書包呢 好 那洗手呢在哪裡 可以問他很多細節 讓他覺得好玩的 也要好讓他去想那個細節都可以 最後才讓他實際去做 他的大腦才會記住這些事情 而這些你讓他一直重複的結果 這樣子以後他回來才會想 我要做什麼 這個可以用到幾歲啊 用到幾歲啊 因為照道理大一點的小孩 應該就會覺得我們很煩了吧 用到當兵 對啊 其實一直在用耶 一直在用啊 對啊 你對媽媽對爸爸也都可以用啊 來 回來 襪子記得丟 說一次我要幹嘛 襪子要丟 男人何必為男男人呢 不是覺得你舉個女人的例子嗎 先看帳戶有多少錢 如果夠才可以去購物網買一個東西 哎呀 直擊的購物網 然後跟我唸一次 跟我唸一次 哎呀 可以去購物了 好 所以我們來看第三個 不專心的狀況是什麼呢 作業寫很慢 常常寫不完耶 是不是作業真的太多了 是啊 因為寫作業好像真的是所有的小朋友 現在都會遇到的一個狀況 從小學 幼稚園就其實開始有作業了 其實有人想作業 其實全班都一樣嘛 都是要寫那些作業 可是就是有人寫得完 有人寫不完啊 對啊 為什麼 是不是孩子動作慢嗎 還是其他因素 甚至有時候我在想 寫作業的目的是什麼 是不是寫作業只是為了把今天所學到的東西 藉由作業再重複練習到懂 那我的孩子只要寫兩次就懂了 為什麼我要寫那麼多的東西 但事實上這就是一個公平 這就是一個規則 所以我不去改變破壞這個規則 因為我孩子有時候會跟 他有一次跟我說 爸爸你去跟老師說 我的功課不要寫那麼多 我當下是跟他說 沒有沒有 反過來好 我去跟老師說 那個功課前三名的人 功課減一半 他說啊 為什麼 他說對啊 因為他們很聰明 所以呢 不要讓他們寫太多 你才能趕上他們 那我怎麼辦 那你一下就變成成三名 你就可以不用寫功課啦 他就好高興喔 然後又乖乖去寫 但事實上 當爸爸的一定知道 孩子的能耐在哪裡 他永遠不會到成三名 就還是讓他寫 不過寫作業這件事情 是一個重複性的動作 因為同樣的數學題目 一直在重複練習 國字一直要重複寫好幾次 其實那種重複性的動作 我們的大腦其實會 越動越慢 越動越慢啦 所以有時候怎麼讓他 變成一種遊戲 或者是你甚至還是真的 今天專注力不夠的時候 那個是真的累的時候 你不能跟他說 來 再撐一下 再多寫一個字 不行了 起來 好 來 原地跳三下 都可以 他注意力就分散掉了 但是是你在控制之下 不是讓他真的跑走 起來 跳三下 來 Give me five 一下 好 來 繼續 那個精神又回來了 他的注意力是會再回來寫功課的 對 有啊 有的時候其實 我們剛剛講的也是旁邊的干擾太多了 所以 所以曾經也有人研究過說 到底小朋友的書桌 到底是要自己的書房裡面擺 還是擺在客廳 對 對 在老師家啦 拜你 在老師家是最好啦 蠻好的 順便就一起寫功課 寫完再回來 擺在書房裡面 其實有的時候 他自己在書房裡面 做了什麼事情 我們也不知道 那 擺在客廳裡面 如果客廳比較安靜環境 媽媽可能在煮菜 還稍微可以看到孩子在幹嘛 或許也不是壞事 所以旁邊的干擾 其實還是要參考一下 第二個我們是說 其實寫功課真的是 像張老師講 就是一整個是練習的過程 那他練習的過程中 一定會有正確跟錯誤的 或許我們應該讓他全部先寫完了 媽媽幫他檢查 甚至之後教他自己檢查 然後挑出錯誤再來修正 你不要他沒寫個兩題 這裡寫錯了 來馬上改 他就會覺得我 一直打擊他 明明就在練習 然後呢 我還練習到第三題 我沒有全部練習完的時候 你就會中斷我的思考 中斷我的練習 所以我都會建議說 如果我可以全部都寫完 然後一開始爸爸媽媽先幫他檢查 後來再慢慢教他自己檢查 再把錯誤的再修正 這樣子或許 會對他的專注力會更好 我家大寶 因為他是公佑上去的 所以他小一的時候剛入學 他真的快要崩潰了 他那個作業 因為開始小一要寫作業 都要寫在國字啊 Burplem什麼都要寫在框框裡 對 可是以前公佑沒這樣 以前的公佑就是 他公佑的時候都是幾乎 回家就是讀書讀繪本什麼 根本不需要寫到那麼多字 所以他那時候上小一的那一個月 真的是超級無敵崩潰 每天都在家裡哭著寫作業 因為他的書桌 應該說書房外面的客廳 他的弟弟妹妹正在玩 他一聽到 有人在玩積木幹嘛 或是有人在吵架在哭了 他就會馬上衝出去房間 即使他那時候已經 他就一個書單單的在寫 對 他就整個衝出去 然後跟他們一起玩一玩 然後我發現不對的時候 我就喊一下 喂 快點回去寫 他又再回去寫 可是這樣子會導致 他作業的速度就是很慢 因為還是隔天要交作業 所以我最後就是跟老師討論 我跟班導討論說 不行 我家小孩真的太多 我沒有辦法 好辛苦 我沒有辦法就是解決這個問題 那班導就跟我說 好吧 那你讓他留課後輔導 因為小學都是半天 他說 你讓他留課後輔導 在學校我幫你盯著他 把他寫完 他說 這是好方法 因為之前想說幹嘛要科歐輔導 小朋友嘛 可是現在覺得科歐輔導超重要 下學學就直接報名了 太開心了 我就直接填同意書 快點快點 真的 因為他有在學校寫完以後回來 就不用寫 也不用擔心一直分心 就是被小朋友 就被我家其他小朋友干擾 我覺得這超棒的 我剛剛聽到說 那個女兒哭著寫作業啊 我就是上個禮拜 跟我朋友吃飯 然後他女兒 就我們還沒有菜來喔 他就說作業拿出來 然後他女兒就拿出來 然後他就說趕快寫 你剛剛就是沒有寫 所以現在你看我們大家在吃飯 但你只能寫功課 然後就開始寫 然後一邊寫就一邊哭 然後很可憐 然後他哭到那個 他用鉛筆嘛 然後寫錯不是要橡皮擦擦 擦到那個都破掉 好可憐 說得出就算不能好好吃嗎 我覺得那個壓力也很大 可是隔天就一定要交作業 真的好麻煩 對啊 孩子在對街的時候 怎麼可能會專心呢 所以我覺得我們要去看孩子 小朋友常常有很多事情 可以惹火爸爸媽媽 雖然我們也在努力學習中 比方說專注力沒有很集中 或者是小朋友很龜毛 然後又很難搞 弄一個蝴蝶 其實他一定要兩個那個圓圓的一樣 打下面的一樣 然後或者是不小心聽到他的話 沒有口水 他一定要把它抹掉 為什麼那麼多的儀式啊 第一個呢 我可能會覺得就是氣質嘛 好不好 這樣爸爸比較沒有壓力 但第二個 我通常 我們兒科醫生應該都有感覺 就是有個龜毛小孩 一定有個龜毛的爸爸或媽媽 要不是你小時候常常跟他說 這個髒這個髒 這個髒這個髒 好了 結果你過了兩年 把他洗腦了 他現在就整天跟你講 這個髒髒那個髒 然後你就很後悔 然後這也是被我訓練出來 被我逼出來 或者其實根本 也許不見得就是單一那件事情 而是有一些猴子的研究 你就會發現 那個媽媽如果小時候 對待小小baby的時候 比較就是 那個這個個性比較 這個暴躁啊 或是比較情緒化 這個小猴子長大 也會變得有點神經質 但是也不用怕 這一切都是可逆的 尤其小朋友這種龜毛的氣質 在那種三歲到六 五歲之間 可能更是一個過渡期 他會有一點點潔癖 講故事要你每一個字都講 不可以有跳字 就是他那個時候 有一段這種道德潔癖的時候 那這段時間你只要 不要再像以前這樣子 整天很龜毛之後 其實小孩過了那段時間 他也是會恢復的 所以我就跟你 第三個就是 這是一個年齡 這個年齡常會發生的事情 過了就比較好了這樣 所以同理他的這個龜毛氣質 那順其道而行 然後做一個中間妥協 讓小孩也被滿足 你也被滿足這樣 好啦 我又被回了氣質 氣質